OK 刚刚呢 体育有问一个很好的问题 到底这个是干嘛 其实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很单纯的来想说 假设我们入色的条件是这样 那这个是散射出去的呢 中间的关系是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知道中间这个关系是 difida我们可以把它取名叫为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我们怎么知道 differential是因为difida会等于d sigma over d omega 看起来就像微分嘛 就叫微分 那为什么叫cross section 我们要是对着这个东西 对所有的路 打出来的角度 积分 得到的是什么 假设是在这个硬球壳上面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球本身的cross section 的截面积啊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积分完了 叫做一个total的cross section 这个cross section是以什么眼光来看 以我这个入色particle的眼光来看 假设我入色的距离呢 距离中心点偏高一点点 我就闪过去 没感觉 那我还是在这个半径之内 我一定会撞到你 所以撞到的可能的截面是多少 就是πr平方 这个就是total cross section 所以假如说我们现在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 假设它不是一颗硬球 它是有个作用力 这作用力随着距离的平方层翻比 或者是什么一个关系式 那你所感受不到的这个cross section 绝对不会只限于这个本身 对不对 会不会这个怎么样 来的 大 一定会有这样子一个效应在 那 因为呢 它们有作用力 所以到底cross section是多大 我们是知道越大 你越容易产生散射 对不对 cross section越小了 越难产生散射 记住这件事情就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回到我们量子力学里面 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来分析这件事情 我们从 这个地方 量子力学里面呢 我们也要做很类似的东西 我们有一束的例子过来 那我们怎么描述这个例子呢 在古典里面就是一个polycle 它本身的运动 在量子力学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出一个很简单的平面坡 展开来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相当于 我们有个平面坡过了 一直来 然后我们就打到我们的那个skater 那个中心 发生什么事 它发生散射 散射呢 假如说这个散射 它的 散射出去的坡一定是 距离它越远越弱 越远越弱 对不对 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假如说我们一般的东西是以 像说 电 或者是 都是具体的平方乘反比 那我们这个散射坡的强度呢 也应该有类似的行为 跟R的平方乘反比 所以 假设它的强度是我们坡本身的平方 所以呢 在讲坡的时候 一定是R分之一乘成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一个 类似球形坡呢 散射出去 outgoing wave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坡都会 跟它产生作用 可能有一大票的坡 根本就啪就跑过去 没有反应 只剩下一部分有这个散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total的wifunction 这个系统的wifunction 我们假设呢 这个东西 沿着这个方向走 这个叫做z方向 那么 它一定是有φ角对称 这样子来看比较软易 对不对 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φ角对称性 把它杀掉 之后呢 不 φ角因为对称性 我们可以不考虑它 就才R跟P 它一定会等于什么 incident way 再加上outgoing 一定是这两个的想法 那假设incident呢 本身是可以写成为平面波 平面波是什么的 exponential i k z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 outgoing呢 它是很类似的一个球面波 exponential i k r 除以r 好 请记住 这个时候我们表示法 有点奇怪 是用概念式的表示 而不是数学性的表示 因为呢 前面这个表示呢 我就定义出一个z方向 所以这个是卡斯佐标系 后面这个呢 是球面 我是用球面波来表示它 后面这个却是用什么 球座标系统 对不对 我们把两个东西啊 单位 这个座标系统 不一样把它加起来 不过这个是概念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呢 它可能有个强度 两个通通都沉上这个强度 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 入射波跟散射波 就相当于我们这边来讲 我们一个入射 跟一个散射 当中一定有一个什么样 关系嘛 对不对 这跟它的角度有关系啊 所以呢 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强度的关系 我们叫做fear OK 所以呢 我们请大家记住 记得 这个是什么 incident plan wait 这个是什么 outgoing sphere spherical wait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叫scatteringamplicated 那就是什么 散射一个强度 用这样子来表示也蛮不错了 其中的k呢 这个呢 我们在量子力学表示式里面 我们把这个叫做第一个式子 现在编号我们用中刮符来编号 k呢 可以很简单的就用我们把自由电子 这就是mr2m1 overh808 fc呢 我们定义是scattering and amplitude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the probability of scatter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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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这里面我们一定可以得到一个类似 类似这一边的这种式子 OK 类似 那我们怎么样来得到它 我们这样子想 假设呢我们现在入色波呢 假设没有作用的那些通通不管 我们只管有作用的这些 只管有作用的 那入色波一进来之后呢 OK Now Consider only those incident particle 我们是考虑这些 OK 入色会被散射 OK Now if incident particles 它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它有个速度V speed 入色有个速度V OK 然后呢 它入色一个一个 从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一个位置 比如说它从这边入色 这边有个小面积 它是从这边这样入色 入色的面积呢 是这么小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 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什么 打进去的这个 EP EP是什么意思 EP是 5 incent 的平方 E Volume 5是指入色光的波 它的平方就代表是它的什么 它的出现的机率 乘上这个体积 小小的体积 就是在这个体积之内 穿过它所有的粒子 可离出来 OK 那么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那因为这个呢 假设根据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前面有个amplitude 你要不要乘这个 所以是A exponential I Z 对不对 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个平方是自己的complex 可以乘上自己 那I的部分 expansion IKZ 刚刚互相差点 只剩下A的平方 那底V呢 是体积哦 体积的意思就是说 某一段时间嘛 那是不是代表 因为它有一个速度 是不是我要考虑的是 这个体积 它从这边 跑到这边 这段距离是V 以T 它跑的距离 对不对 这个距离 乘上这个面积 不就是它的体积的吗 它能够跑的距离是什么 V V 乘上 你入测的小面积 这是我们第二个事 那么这个打进来 然后全部散射掉 记住我没有散射的 我就先不管 先把它丢到旁边去 我现在先管散射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来计算 那么它从这么小打进来 它散射出去 一定要从这边散射出去 对不对 一定是从这边散射出去 那么 这个时候的几率有多大呢 那很简单啊 它是不要等于 Outgoing Wave的平方 乘上一个体积 对不对 乘上一个体积 Outgoing是什么 假设根据那个地方是 A 乘上F Z 乘上Experential I K Z Over I K R Over R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平方的话 Experential I K R 通通不见 因为 Compress Compress 在乘上自己 就是 E了 所以有A平方 F平方 除以R平方 对不对 所以是什么 A的平方 F的平方 除以R的平方 V呢 V会是什么东西 V会是这一边的一个 因为你先进来 后进来 会造成这个 立体角 会随着怎么样 半径的延伸 而扩大 所以呢 你又有一定的速度 假设速度没有减慢 所以你跑出去 单位时间 跑的距离 大家都一样 所以这个叫做DR 我们的体积本来是 R平方 SineDita Dita Dita Dify 还有DR嘛 本来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DV我们是这样子 那么现在DR会是什么 DR就是什么 VDT嘛 所以我们会有什么样 VDT 它所走的一段距离 乘上R平方 SineDita Dita Dify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那你看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就是D omega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整个再写一下 R平方 R平方消掉了 所以我们会是等于 A平方 F平方 V DT D omega 我们会写成这样子 这是我们 D2 D3的四指 假设你进来的 全部都散射掉了 你告诉我 D2的四指 是不是要等于D3的四指 一定的嘛 D2的四指 就是你进来的 有多少 D3的四指 告诉你 它怎么散射出去 反正数目是一定要一样 Probability 一定要一样 所以这两个呢 无论如何 一定要相等 所以呢 我们以Sigma 这边等于什么东西 抱歉 两边会相等 所以第二四指的左边 它会等于A的平方 算 我就写A平方 反正是平方 V底D 上DC 右边呢 是A平方 F平方 V底D 有没有 所以 这是平方 所以A平方 跟A平方 消掉 V底D 跟V底D 消掉 所以呢 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定义出 D Sigma overD 大Omega 这个就是我们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的定义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F平方 它就会等于这样 很重要的一种事情 所以我们将这个东西 擦掉 它擦掉 这是Classical 所以在Quantan Mechanics上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Fi呢 会等于什么样 A Exponential I KZ 再加上 FZ Exponential I KR Overall OK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事情 之后呢 由这个的计算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Sigma OverD Omega 就可以等于怎么样 FF 最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FF 我们给它名称叫做Sketer Amplitude 那么它的平方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Cross Section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那最后呢 我们Total的 Total的这个 Cross Section 是不是就等于 这个的计算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把它Cross Section 好 现在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这个是能够 这个是能够 我们要解决这个等于什么 脑 这个是能够 那么在基本里面呢 我们就会有两个做法 今天介绍其中两个 我们有两个做法 Method 我们这为Partial Wave Analysis Method 2 我们叫做Horn Approximation OK 我们现在就一个一 先看 好 那这样子可以的话 我可不可以先把它 好 我们把它从这个图的下面 它们擦掉 好 我觉得 等我 我 这个 这里 放 我 我们 我 先来 这个 嗯? 差別在這 我希望我這樣的講法 對於這個部分 比較不瘦的同學啊 基礎呢 有些幫助 和建構有些幫助 這些你們以前 煉物都教過了吧 有沒有? 有沒有教過? 你們煉物有沒有教過? 有嗎? 這些都教過了吧 因為 忘掉了 沒有教過 你們煉物就在那邊 Perturbation Direct 哦 然後就結束了 OK OK 幸好我們有講這些 起碼基礎先 先建構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假設呢 我們現在打進來的這個Perturb 是進入一個 就像氫原子 比如說氫原子 那麼它就是一個什麼 它的電子進來 你要你要記住哦 這個地方是什麼? 平面坡 散射完之後 以一個角度跑 假設我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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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來看待它 也是個平面坡 這兩個平面坡 除非它有吸收 要不然它是彈性碰撞 假設它是彈性碰撞 那麼這個時候 它們的坡長會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K vector不會改變 它們只有什麼東西改變? 角度改變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討論 彈性碰撞也可以說 而且假設 但是你這個角度為什麼會出去呢? 因為跟這裡面作用嘛 這裡面的V就很重要了 你的未能V就很重要 OK 所以我們考慮一件事情 我們就把它假想成 這是一顆粒子 處在一個未能V的狀態裡 用這麼簡單的Picture來看待 OK 所以呢 我們就說 Let's show the equation OK 我們想聽嗎? 這個墊子啊 它在一個球形的Potential V裡面有個解嗎? 就好像我們解氫原子的這個門階一樣啊 這個墊子是不是處在一個庫輪的球形對稱的未能裡頭 對不對? 我們就在假想 就好像我們這顆墊子打到一個地方 比如說它就是一個另外一顆墊 它兩個就只有什麼? 不能交互作用 那因為它們就只有電核跟電核的作用 那就相當於它這邊的這個未能呢 它們兩個當中的這個未能是球對稱 我們呢 就可以回到我們最簡單的 之前所解過 通通拿來用 就是試的嘛 那就變得非常的簡化 對不對?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那麼就告訴我們說 假設這個狀況我們已經解過了 我們得到的解是什麼? 我們得到一個穩定的解 它可以寫成為 可以得到一個解 這個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假設這個叫做我們第一個事情 這一節開始的第一個事情 以後編號你們要注意 每個地方都是一二三開始編號 就最後你要去check每個地方是怎麼樣 好 好 那 我們更進一步來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重點是這樣 它要往外頭過去 OK 假設呢我們變數變換 一個叫做U U就是這個大R呢 跟這個解 前面乘三個R OK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shoulding equation 我們就發現一件 被寫成這個 最有数分之一 也就知道 很危險 然後再做12個人 有一張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已经分离出来 已经经过变数分离了 一开始我们是假设它等于 大R 大T大Fi 求解嘛 对不对 只是最后发觉 Fi呢因为要 要什么样 转二拍之后要对称 我们把它丢回去 后来就发觉呢 我们T大方面要遵守什么 Associate Legendary Polynomial 所以最后combine起来 变成12个 Polynomia OK 这个是Phyrical的结 然后呢 我们呢 这个镜像量 就会得到R的一个结 那在此之前呢 也是先假设它是等于U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 只跟镜像量有关系的 一个分量 的一个Schötenberg Equation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因为我们任何散射出去的 一定是因为 这里面的作用力 而形成的 你要有因嘛 这个因就是在这边的作用 这个作用就是因为 我这个particle进去之后 感受到这个胃能 之后才会有这个解 OK 所以我们来看看 Ballage 假如说我们观测的地方是很大 假设R很大很大 你看看 就好像我们的S光散射一样 我们材料放在这边 S光从那边打进来 打完之后它散射到旁边 这距离很远 对不对 这个距离起码是几十公分 相对里面多少个U 这个距离相差太远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远离了原型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什么特色呢 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VR 虚敬尼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电荷有做材料里 OK 而且呢其中呢 这个R平方Turn Progetic Turn 这个Turn呢 虚敬尼里 为什么 因为太远了 对不对 太远了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好像说 我们可以啊 把上面这个式子呢 第二个式子呢 经过红枕之后 这套钱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这个意思就是说 记住这个是 Schödinger Equation 所以它的解 应该就是它的状况 但是我现在只是 把我的状况拉远到很远很远 我来看待它的时候 它好像可以写成这样 那么写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以前都习惯发现 负K平方U 那U的设定呢 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K就是写成这个样子 就好像我们以前不喜欢了 哎呦 这边我没有写 没关系 那个已经擦掉了 OK 我们就让它写成这样 那这样一来呢 这个会变成什么样的解呢 U的解了 马上呢就可以写出来 它会等于C的Expansion IKR 加上D的Expansion 就负了 OK 我们要是仔细看呢 这个 是正的IKR IKR是什么 是奥沟 负的呢 是incident 对不对 Incoming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散色的坡 我又不是讨论这个入色坡 我是讨论散色坡 入色坡 我已经假设它是平面坡了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我们根本就不接受后面这个想 Right 不接受这个 所以D要让它本领域 OK 所以呢 D呢 必须设定它为 这样子呢 它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得到 U R 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定是怎么样 C Expansion 就是IKR U 是什么 U 跟R当中的关系 当中要成三个 小R 所以大R 不就是我们真正的解 的金像量的解吗 所以是不是U 除以一个小R 对不对 所以呢 有这个呢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真正所看得到的R 会有这样子的形式 就会有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一看 诶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不就是这个形式吗 诶 它这个不就是这个形式吗 所以我们当初为什么可以 这么样的大胆 就是说 入射这个平面 散射完之后 球面坡就可以用这样子来表示 从这边的分析来上面来看 还真不错 当初这样的假设 蛮对的 从这边看起来 也是OK的 OK 所以 我们对那个Equation 更有信心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我们总觉得乱凑一通 只是它比较厉害 只是它比较厉害 OK 但是这样子呢 不能够让我们得到 F1大数点 什么 Schedule Amplitude 我们还是得不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 来做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什么办法 我们来计算 中间距离 因为我们这种假设就是 它跟温年没关系 跟这个也没关系 跟什么都没关系的 那怎么好好细长 我们当然要找一些 跟它有关系的 比较容易计算 我们先从这边来看 所以我们现在呢 那我们来算一个 for intermediate range 中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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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呢 未能的作用 几乎还是可以把它看成 很小很小很小 但是呢 不再等一个零 不能够让它等一个零 要等一个零 就没意思了 所以就相当于说 如果我们这个term不见呢 只剩下这个重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第二个式子呢 就可以整理 整理完呢 它会变成 以平方 U 以R平方 减掉L乘上 L加乘E 除以R平方 U 以负K平方 U OK 我们就可以写出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一看 它就是spherical Basal OK 那你就说 那很简单 我们一查表就可以查得到 U 可以写成为 spherical Basal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个解 这个是个解 OK 我们把它丢一下 那问题是说 假设你去查看 J跟N OK 它们的形式 它对着这个R 变化的形式 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啊 But JL KR 它的行为 比较像一个sine function NL呢 KR呢 它比较像一个什么 Generalized General Cosine function 没有错 它是它的解 但是它的形式不是我们要的 OK 它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什么形式 我们要的是一个传递波的形式 因为它这一打 不管什么 它一定是一直在传递的 假设它是写成sine 跟Cosine 抱歉 我们看不出它 物理意义 跟我们要做什么连结 但在数学上是OK的 那没有关系 假设这个解不好 你就换另外一个解的形式 OK 反正它叫大陆通罗马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在因素教的 因为它这个是个线性方程式 线性方程式 你一定求得到解的 管你怎么求 形式怎么变的 最后都是达到同一个地方 那我就用另外一个解 另外一个解呢 就写成什么 Sphorical Hanko function 它是可以写成这样子 Hanko L1 Hanko L2 第一个解 第二个解 是二阶微分放尘 已经是两个解 对不对 我把前面这个成长C 后面这个成长D 做线性组 也可以啊 那么这两个人呢 这两个我写快一点 因为这个版面不足 我写快一点 我们叫做 Sphorical Hanko Functions OK 那这个是有定义的 OK Sphorical Hanko function呢 写在这边 Sphorical Hanko function 我写第一个 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啊 就是什么 原先Sphorical Basal function 的一个 性性组合 它当中有放个虚数 前面这个 加上 后面这个 层上的虚数 它呢 在比较大的R的时候呢 它长得比较像 这边 OK 咦 咦 这个不就是我们 当初所看到的 发射出去的这个波吗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个解呢 只是中间是Fu OK 它比较像什么 Exponential Fu I K R 一样是很大的R 这一看 又朝内了 所以很明显的一件事 要吻合我们的数学 物理要求 这个D一定要等于0 它没有选择 它一定要等于0 所以只剩下前面这个就可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只剩下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呢 就可以将我们的 这个解呢 稍稍微啊 把它 改变一下 我们本来是说 散射这个时候 它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前面平面波 照写 没问题 现在是后面的这个波 很远的地方 确实是只有它 但是我们不晓得Fu 是什么 是我们要把它拉近 一拉近的时候 你就发觉 它可以写成像 前面这个地方 UR呢 会等于C Pinko Function the first solution 所以这样一来啦 我们这个解 是否就可以重整一下 我们的equati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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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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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边呢 我们要做一下 我们region 也就是我们侦测的 一定要远离这个样子 不能穿样品 那你一远离样品 样品里面的任何的作用力 你就感受不到了 所以我们就好像得到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逼 三个四 是第三吗 我们算到第几了 现在是圆圈圈了 所以是圆圈圈 连我自己都忘了 现在是什么符号 好 我们把circle angle function 它的基本的一些形式 稍微的把它写一下 把它插一下 我们就去查个表 OK 然后把它写一下 我们看看 L等于0的时候 的angle function 会等于负i i z over z x 我把这个x 充起来就 kr 我把它叫做x 我们就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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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也就是说呢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子写 假设我们把这份写成 对啊 这是x 它几乎可以写成x分之1 i x 减掉2分之1 这样子 我们就记住可以写成x分之1 OK 好 那么 假如说这个可以写成x分之1 这是第三 那我们中间这个呢 就可以用趋近的方式来趋近它 OK 来趋近它 那么 我们就可以说 for r趋近无全大 因为这个要够远 x呢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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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 OK 因为x就点kr嘛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解 果子呢 就可以写成x分之1 i k z 再加上f d phi expansion i k r 处理 再几乎 就很类似这个形式 那么其中的f theta phi呢 就可以算得出来了 它不难 请大家分解一下 它就可以得到像 你就凑一下答案嘛 你把第三个式子 第四个式子带到第三个式子 然后跟这个式子 凑凑答案 f theta就可以凑出来了 它会等于 l m的submission 负 i l 加上e c l m c l m y l m 地带 我们算 就可以算到这样子一个式子 很棒 这个 是我们的 终于把它这个什么 schedule empty 把它算出来 在这个approximation下 请大家记住一下 这边有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技巧 好 是 exponential 负 i 负 i 超转 OK 这个是可以得到第五个时间 那同时呢 你就可以计算 1 R就会等于F的平方 就等于K平方 summation就有两个 一个Lm 一个L' M' 然后等于I L整个L' L' 四方 Clm的 Compress Conjugate Cl' M' 乘上Ylm的 Compress Conjugate 乘上Ylm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 最后呢 Total的 CrossSection 就把它积分起来 最后得到一个 K平方 summation Lm Clm的平方 各位看看 我们这个算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引入了一些 你看看 它这是所有各样东西加起来 就这个是C 所有各样的可能性 你通通都要把它摆进来 所以我们本来是要求Fz打 现在把Fz打 跟Fy的形式求出来 也把它的Ds形式求出来 也把它的Sigma Total Cross Session求出来 就发觉 里面还有个西数 我们还没解决 Clm 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把Clm搞清楚之后才会 当然啦 在这里面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了 事实上这个incident 假设这个 未能是个Spherical Symmetry的 它跟Fy应该没有关系 那我们一开始 只是把Fy继续保留在这里面啦 因为这个解里面呢 用Spherical Function比较简单 要不然你把它换回什么 换回Legendary Polynomial 那么我们这边 全部都可以改换过来 改换过来 比较简单的形式 OK 那么 它同样的 最后得到的 还是等于这样 只是没有M而已啦 就变成L Cl平方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 什么是Cl 我们线索追到这边 我们发觉 线索里面还有隐藏的线索 像国家保障一样 对不对 经过一大堆的搜索之后 发觉后面还有隐藏 紧接着 我们就要来看 后面这个东西 我们要怎么来看待 OK 我们来看 好 那我看看 时间应该会过来 这样子好了 好不好 我看大家已经头昏脑胀了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 我们送到这边 接着我们把整个程序 快速讲完之后呢 我们只用 通通不到半个动作时间呢 把这后面呢 全部拔掉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节目 来